啊 镜头前欢呼雀跃 取杯合影的 是来自香港的龙州队队员们 尽管大家排名有先后 各自所属队伍也不同 但一起在江中挥洒过汗水之后 数只香港龙州队的队员们 都在一起尽情分享获奖的喜悦 6月10日 在东莞市沙田镇举行的 粤港澳大湾区龙州邀请赛上 包括沙田香港同心会员 会龙州队 香港城门龙州队 澳门独木州会龙州队 在内的九支港澳龙州队 齐齐登场 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 九支龙州队一起 携手上演龙州版的 速度与激情 比赛中既有男女混合的 一挺22人标准龙比赛 也有敬显阳刚之美的 传统龙比赛 记者在现场留意到 相比于内地城市的队伍 港澳龙州队的成员构成 更加多元化 年龄分布范围也更大 各行各业 有公务员 有学生 有民员 很多行业都有的 最大那个195年的 最小那个2008年的学生 那两个学生 第一次参加比赛 其他那些 参加各地的龙州队 都有经验的了 去过很多地方比赛的 那我们的队员 就来自有学生的身份 有教师 有些专业人士 又有些纪律部队的人 大家都是有兴趣去做一条队 一起去练 一起去玩 澳门独木周慧龙州队领队 李彦堂告诉记者 对他们而言 比赛第二 享受比赛第一 不管年龄大小 每个成员都可以参与到比赛中来 他自己多年来 常常到内地参加比赛 对东莞也很熟悉 这次借着大赛 最重要的目标就是锻炼新人 不会陌生 因为东莞和我们很熟悉 不要说其他地方 来东莞 我们实际来过很多次 我1994年 我已在东莞厚街镇参加比赛 那两个学生 跟我玩皮蛙町出身 所以都玩了三年 龙州第一次接触 希望他吸取经验 后继有人 身火相传 同样在队伍里 有着不少年轻面孔的 还有香港成门龙州队 李嘉峻和他的两位队友 都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00后 第一次来到内地参加比赛的他们 在东莞都有不少新鲜的体验 我觉得今次东莞这个比赛 比我想象中大赢很多 还有见识到香港会比较少见的一些大龙船 特别是爬50个人 那我觉得我在旁边棺材 或者是参与其中都好 我都觉得是气氛很热闹 还有是场面很震撼到我的 今次都见识到很多 就是龙州之乡的地方 那些人的水平是比平时的对手高很多 那也都学习到很多东西了 那第一就是可能他们城市的一些设施 或者他们环境绿化方面都做得非常之好 令我们觉得是很舒服 来到爬龙舟都感受到气氛 好热烈 再加上观众热情的打气声 都令我感觉到非常之鼓舞 粤港澳相亲欢聚一堂 品味龙舟盛宴 香港艺人王祖兰的老家就在东莞 以老乡的身份到现场关赛 他也感慨 家乡的传统文化正越来越年轻 我觉得龙州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一种很地道特色的一种文化 但是其实现在是全球的 你看很多外国人都喜欢的一种文化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一种文化 真的 陈乐庭就是最好的例子 尽管华龙舟对体能要求很高 比赛当天也是日晒雨淋 但他正是传承龙舟文化的践行者 这个龙舟的文化是很值得我们去宣扬 所以挺辛苦 其实都可以一起捱过 整班队友 我们都比较年轻 未来都有很多U24的比赛 希望都爬得一个好的成绩 更加多人去关注龙舟这个运动 就可以更加多人去参与这个运动 这个文化就可以得以推广出去